哈喽 你好 我是江哥哥 回来到我的频道 很高兴又和你们见面 之前有发过关于苏维亚沐浴油的成分整理预告视频 今天终于把这个成分整理完毕 看今天的这个视频分享 对于日后你也想用来自法国苏维亚药妆品牌的一些产品 有参考作用 这个品牌对于国内来说 可能属于这种小众的药妆品牌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在欧洲这边 无论是药房还是网上的药妆店 都有很多来自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 并且也很出名 因为这个品牌的产品 价格便宜 份量又足 并且又好用 再加上它很有很多系列的产品 比如有美白的 有敏感的 有防晒的 还有一个抗衰老的等于系列的产品 目前我用过他们家的产品 有这个沐浴露 这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 很大一瓶也差不多用完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精华液 很清爽的一个精华液 这一瓶是抗皱紧致修护酸管的一个精华液 还有一瓶就是我前段时间刚买的一个防晒 就是SPF不是加的 今天的这个视频我主要是想分享这一瓶沐浴油 因为这瓶是我回购的第二瓶 就很大一瓶有1000毫升的一个沐浴油 然后它里面的成分是含有Omega-369 还有1%的烟显胺 还有35%的一个营养复合物 它这里全部都写有的 有干油还有锁水瓷石 还有一个纯天然的草棉籽油 还有一个是碧麻油等 要的是它不用低廉的矿木油等原料 然后它不会堵塞毛孔 而且对干燥起皮还有敏感的肌肤 起有缓解的作用 一份是安全温和一年四季都适用 1000毫升的容量已经够一家人使用了 并且它弄出来的一些泡沫很绵密 没有一点油感 这瓶沐浴油有些成分大家可能很陌生 若或者不是很了解 像碧麻油其实它是天洋的润肤剂 它具有保湿滋润的效果 提高皮肤的吸水能力 很舒缓干燥且粗糙的皮肤 还有像锁水瓷石 然后它具有一个残效保湿的一个效果 残效维持肌肤水瓷场的一个能力 这瓶看似油状的一个产品 其实它一点都不油 像草籽棉油 其实它是从一种植物草籽棉中提取出来的 它主产于棉花 用于仿制液 它含有约20%的油 润滑皮肤有效的减少脚质沉重的水分蒸发 并且还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 其他的两种成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像阴险胺 它具有美白肌肤 提亮肤色 改善皮脂分泌 而肝油也是一种润肤剂 减少皮肤上的细纹裂纹还有鳞片 具有修复肌肤的作用 那就是为什么这个产品我已经回购两次 并且还回购这么大一瓶 1000毫升的 然后这瓶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也准备得去买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你也打算换个品牌 换个产品使用的话 那一期呢我也会继续分享这个品牌 我自己用过的一些产品 像这个精华液 还有这个抗皱紧致修护酸管的一个精华液 还有一瓶这个防晒的 这个防晒呢我还没用 因为前段时间才刚买 然后也不知道它的质地 还有油腻度会怎么样 它的成分各方面呢 我也还得去再找一些资料 因为这个品牌呢在国内 或者说中文网上吧 有比较少的一些介绍 所以呢我得去再找一些资料 然后呢到时再分享给你们 非常感谢你耐心的观看和支持 别忘记关注哦 我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美妆博主 是安可可 下期见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哦 拜拜下期见